赖清德已接受所谓专访 借过境窜美之机 散布台独谬论 再次暴露其位谋取私利 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恬不支持以美谋独的本来面目 再次证明他是一个民玩不化 彻头彻尾的台独分裂分子和麻烦制造者 赖清德在专访当中妄言 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 台不必另外宣布独立 叫嚣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双方互不隶属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挑衅 不久前赖甚至还公开宣称 要实现台湾领导人走入白宫的终极目标 这充分暴露赖作为台独分裂分子的极端危险性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虽然海峡两岸尚未统一 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 从未改变 也不允许改变 中国拥有对台湾主权从未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 目前全世界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82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支持台独 何来台湾主权之说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 赖清德声称希望民主国家支持台参与国际事务 让台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这是借台湾所谓国际参与问题搞政治操弄的惯用伎俩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 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中国政府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曾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做出妥善安排 民进党当局顽固推行台独分裂 拒不接受九二共识 致使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等国际活动的政治基础 不复存在 有关安排难以为继 民进党当局反复操弄卫生防疫 航空安全等问题 根本不是为台湾民众扶持着想 而是企图拓展国际空间 谋求外交突破 和谈为国际社会做贡献 在今年世卫大会期间 近140个国家公开支持中方立场 设台提案再次被拒绝 这再次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民进党企图以悲情或同情 以民主掩护其台独分裂行径 只能是一厢情愿 难逃失败下场 赖清德沿用民进党通过煽动对立 操控选举的一贯套路 大肆攻击抹黑大陆威胁 借民主旗号制造国际支持假象 拉拢有关国家 为其台独主张背书 赖声称 台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 深化民主 美国会继续支持台 实质是欺骗国际社会 为其选举造势 攀附外国势力 为其谋独撑腰 是赖清德抱美大腿 以美谋独的右翼表演 再次凸显其务视台独工作者的本性 赖谋求以务视为掩护 用民主做包装 借和平来粉饰 企图洗脱各方 对其台独底色的高度疑虑 却难掩其包藏的台独分裂祸心 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 带来巨大危害 只会将台湾推向 兵凶战危的险境 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 带来深重祸害 台独是绝路 台独分子以美谋独 绝不可能得逞 我们将从国际社会一道 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部势力对其宗重支持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也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事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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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